好,來,我們今天的主題 打開心靈之眼 看見無限的可能 好,那許醫師先引用一下 我昨天在臉書上面 寫的一小段的文字 我還是要講一下歷程 因為許醫師大概是在兩三個月前 開始超慢跑 開始超慢跑 我不知道我太太有沒有在線上聽 但是我說一下她的壞話 因為她不愛運動 我都會強迫她運動 所以開始超慢跑 是趁她出國的時候 去除掉一個阻礙因素 我就開始自己超慢跑 那我一定要講一下 剛開始超慢跑多悲慘 多悲慘 因為我大概三十幾年沒有跑步了 雖然有在做重訓 有在之前有請了健身教練 學重訓 可是我大概三十幾年沒有慢跑 一個部分可能就是沒有時間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以前比較常會痛風發作 那痛風發作大家就知道就沒有辦法跑步嘛 所以大概有三十幾年都沒有跑步過 那當然這幾年 來我們糖果把它傳下去 那這幾年大概痛風幾乎就很少發作 然後就好像開始有一點 這個中年發福 尤其是這個小婦人 她就是有一點肚子 然後自己看了就不太受得了 那就趁我太太出國的時候就 台灣不是流行超慢跑嘛 那超慢跑其實我覺得很好玩就是 她就是跑得很慢的慢跑啦 跑得很慢的慢跑嘛 所以我現在超慢跑大概就是 用一個正常人走路的速度在慢跑 這樣 大家 簡不簡單 很簡單 就是用一個正常人走路的速度在慢跑 簡單講你旁邊有一個人用走的 然後你用跑的 然後 那你的速度跟他一樣就對了 大家記起來了 這個東西其實很好玩 就好玩在哪裡 好玩在因為他的速度很慢 所以其實他是不太會傷膝蓋的 那再來因為大家也都上了年紀了 就不會覺得那麼喘你知道 那我要跟大家講 很悲慘很悲慘的是什麼事呢 就是我第一次開始跑的時候 我大概從這個類似像像像頭跑到像尾 我就已經喘不過氣了 然後那時候我講給我二姐聽的時候 他當場笑到快翻過去 因為他跟我說他大概跑兩公里之後 開始覺得好像 喘不過氣 跑兩公里 我說我大概跑兩分鐘 就喘不上來 就喘不上來 所以剛開始跑的時候就覺得自己 三十年都沒有跑步 怎麼會 這個 跑步的體能 這個弱到已經 不行 然後後來就 開始 慢慢練習 你知道 那到現在 我大概可以 跑一個小時 然後沒有停下來 就連續跑一個小時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 真的沒有什麼 可是相對於 剛開始跑的自己 就已經覺得自己 怎麼進步這麼多 來鼓掌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進步 不是跟別人比 是跟 自己比 你剛開始 好像從像頭跑到像尾 就 真的就喘不過氣 然後回家兩邊還會痛 你知道 因為 就是 這個吸氣 兩邊還會痛 兩邊還會痛 然後這樣子動 回家 肩膀還會痛 你知道 然後全身痛 全身痛 對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真的就看到自己 在進步 在進步 這就後來 我 這期間在臉書 不是寫一句話嗎 就是 身體其實 越鍛鍊 體力會什麼 越好 各位 我們最後回到賽斯心法 各位大家知道 賽斯心法是 反對 熱力學定律的 因為熱力學定律 講到我們這個 宇宙的能量是固定的 比如說我們從出生到死亡 能量是固定的 所以你消耗 很多 就沒有能量了 就像你有一百塊 你花完了就沒有錢了 來 各位我先以賽斯心法 來 反對這個觀念 人的一輩子 體力 是 越用 越多 各位 人的 這一輩子 體力 是 越用 越多 來 從 許醫師 開始 超慢跑到現在 我 完全 驗證了 這個理論 來 各位 你一定是越 你越鍛鍊 你越鍛鍊 是不是越消耗能量 那請問你的體力是越好還是越糟 越好 嘛 好 那我當然還要再講一下我媽媽當例子 我媽今年90歲 我就看她一輩子都在保養 一輩子都在保養 但是各位 其實不是的 來 我們要怎麼樣 要消耗 反而你是要去消耗你的體力的 好 所以各位 先回到今天的這個部分 打開心靈之眼看到無限的可能 大家知道賽斯心法是一門 非常奇怪的學問 比如說 賽斯心法 不贊成 人 應該要有慢性病 好 賽斯說急性病OK 幾個禮拜 一兩個月 就應該要痊癒 所以賽斯認為 人體在天然的情況之下 是不應該罹患慢性病的 來各位 這句話給我很大的 震撼 啟發跟刺激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一個 家庭醫學科的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科的專科醫師 到後來就是完全在醫治什麼 慢性病啊 那如果人一輩子得到慢性病 各位 那就是醫一輩子嘛 就像高血壓 糖尿病 有沒有 關節炎 心血管疾病 各位 甚至以前的B型肝炎 各位 它就是一輩子的事啊 可是我的老師 賽斯竟然跟我說 人是不應該得到慢性病的 它讓我看到一個什麼 可能性 就是 所有的慢性病 都有機會 怎麼樣 療癒 來各位 我們講可能性囉 所以我為什麼那麼喜歡賽斯書 各位 因為它讓我看到 很多我們覺得過去 不存在 可能的 可能性 好 比如說慢性病好了 好 因為許醫師去年 為了配合我們的 心靈抑戰 好 我主要是開 癌症 團體治療 好 那今年我會開 慢性病 好 團體治療的團體 好 其實也是為了我們 心靈抑戰的一個 這個療癒的部分 那心靈抑戰 其實是跟大學的研究所 做研究計畫的結合 好 它主要要做一個 醫學研究的計畫 看看透過賽斯心法的 身心靈概念 我們能不能打破很多 我們過去認為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來 各位 人這一輩子 所有好玩的是什麼 本來你認為的不可能 變得什麼 可能 來 我再回到我剛剛那個 超慢跑 各位 我真的剛開始跑 真的 兩分鐘我就 積極了 體能真的很差 可是當你慢慢一步一步 你發現 原來 跑半個小時是可能的 到最後跑一個小時是什麼 可能的 可能的 好 我再回到 慢性病的部分 好 我的老師賽斯說 人體本來天生 就不應該得到慢性病 所以 許醫師想要 去看看 我們所謂的慢性病的 終身要服藥 終身 好 沒有辦法療癒 是真的嗎 還是其實 是我們從來 沒有去挑戰過它 我們從來沒有去挑戰過它 來 各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賽斯心法很 挑戰性的觀念是 一般我們認為 人應該隨著 年紀越大 體力越衰退 然後 越容易 體弱多病 甚至我們在醫學上 所有的 醫學的概念 都告訴我們 人因為年紀越大 所以免疫力會下降 來 各位 說句實話 如果我沒有學賽斯心法 我也會認為 這是對的 人 應該隨著年紀越大 所以免疫力越下降 人 應該隨著年紀越大 越體弱多病 來 各位 明白 但是 後來學了賽斯心法 來 我也不這麼認為了 我也不這麼認為了 我不認為 現在的許醫師很有趣 我不認為 人 應該隨著年紀越大 免疫力下降 來 我問各位 比如說 有沒有一個90歲的人 體力比60歲的人好多了 有啊 有啊 是啊 我們的社會可以有一個90歲的人 體力 健康 免疫力 比一個五六十歲的人好多啦 所以 所有我們過去 認為理所當然的 各位 我現在覺得不一定了 好 我們 常常有一句俗話 就是 要活就要什麼 動 好 來 我們再回到 體力跟體能的部分 一個 過了七八十歲 而固定保持運動習慣的人 誰說他的體力跟體能 一定要輸給年輕人 來 賽斯書曾經舉過一個例子 有一個80歲的老人 診斷是 心臟衰竭 可是 隨著 信念 運動 飲食的改善 竟然在一年之後 他可以 不但不用做 心臟移植的手術 大家還可以參加 馬拉松的活動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人被自己認為 什麼是可能 什麼是不可能的 捆綁住了 來 各位 記得這句話喔 人一輩子被自己認為 什麼是可能 什麼是不可能的 捆綁住了 來 如果說 賽斯家族 有什麼跟一般人 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會告訴各位 就是 賽斯家族 習慣 去問一個問題 所有 我覺得的 不可能 真的是 不可能嗎 來 之前我很喜歡 舉我們屏東的一位 方美貞同學 對不對 他是 65歲 公務人員退休 之前是綠島監獄的 會計主任 後來是屏東監獄的 會計主任 他在65歲 退休那一年 同時考上了 平科大的 心理研究所 然後念了三四年 畢業了 也考上了 國家 心理師 然後他今年 七十歲 正式 從一個 會計人員 轉行 當什麼 心理師 七十歲 各位 七十歲 我不知道在座每個人 都滿七十歲的沒有 好 所以 許醫師 一定要告訴各位 我們一輩子 讓自己 認為的 可能跟不可能 怎麼樣 限制跟綁架了 賽斯講過 所有一切的限制 都是什麼 思想 信念的 限制 所以 一切的限制 都是思想 信念的限制 所以 一切的限制 都是來自於 你覺得 什麼是 可能 或不可能 的 來各位 你們好好仔細的 想想看 來我不講你們 就是 從你們去看 你們周遭的每一個人 請問 今天如果 有人是可以做到的 就表示他是 什麼 可以 被做到的 沒錯 來我再舉一個 也是我們屏東的例子 好像叫什麼 張淑慧同學 他的學歷只有國中 他跟許醫師同年 1968 1968 各位他的學歷 只有國中 畢業喔 在座隨便 阿媽挖狗 學歷應該都比他高吧 有比他低的 請舉手 只有國小 畢業的 很難吧 OK 他是在去年 去考 同等學歷 是同等學歷嗎 高中同等學歷 所以他在去年 去考高中 同等學歷 所以在去年 好 在二三十年之後 他拿到他的高中 同等學歷 好 那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台灣有一個叫做 無保存條款 就是 如果你有任何 專業證照的 秉級 這樣 秉級證照 比如說是什麼美容美髮的啦 廚師啦 還是什麼什麼 什麼專業的 只要是有秉級 執照 就 仕同 高中學歷 好 所以你們以後再也沒有人有借口 跟我說你不會念書 你不會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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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有什麼 來 秉級廚師會不會 秉級 洗頭髮的會不會 秉級 秉級 美容美髮的會不會 秉級 秉級 秉級的水電工會不會 秉級的通馬桶的會不會 秉級的通馬桶的會不會 高中學歷 所以你們再也沒有任何借口 跟我說你不會念書 來 明白了嗎 好 然後張淑慧同學 去年拿到了他的 高中同等學歷 好 然後去年 參加 大學聯考 考上平科大社工系 第一名 來 鼓掌一下 然後現在讀得累得跟像條狗一樣 各位 跟學士同年次 他忘了當今年過完年 是57歲了 在去年 同時拿到他的 高中學歷 因為他以前是國中學歷而已 然後同時 考上 平東科技大學的 社工系 一年級 所以從去年開始 他從大一開始念 大一開始念 來 所以我再跟大家講 你們的小孩 聚學證 不念書怎麼樣 絕對沒關係 到他50幾歲 他自己就想念書了 誰說念書一定要現在念 來 小孩子小學聚學怎麼樣 不要念 來 初中 國中 聚學怎麼樣 不要念 高中大學 修學怎麼樣 通通不要念 等他到六七十歲 他就想念了 好不好 各位 不要那麼焦慮 小孩子聚學啦 修學啦 沒關係的 沒關係的 那如果有身心障礙 那就更好了 身心障礙 學校就 不能退學 只能讓他一直念 好 念十年 不畢業都沒關係 怎麼樣 他就是這樣子 好 那都不要念 沒關係 好 有身心障礙更好 學校不能夠 退學 讓他念十年都沒關係 慢慢念 慢慢念 OK 所以徐師在講 今天 徐師主要的講座 內容在於 所有你們過去覺得 做不到的 不可能的 我要你們打問號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打開我的心靈 我沒有打開我的信念 所以我沒有看到那個什麼 可能性 來 徐師很喜歡 打一個比喻 大家看過那個 鮭魚的回流嗎 常常有很多影片 鮭魚的回流 然後就 在很淺很淺的水 往上跳有沒有 對 各位 當有第一隻鮭魚 逆流 跳上去了 就會有第二隻 因為很多人 看到什麼 因為 你做到了 就表示什麼 我也可以做得到 來 各位 這就是 一百隻猴子的理論 從量變到質變 當有第一個人 可以做到 第二個人就會覺得 他可以做到 為什麼我不能做到 來 所以我們要講 賽斯心法 今天徐師 所有 Focus的主題在於 所有你認為的限制 真的是限制嗎 所有你認為的 不可能的 真的是不可能嗎 我記得之前看過一部 美國電影 我忘記 他 他 片名叫什麼了 他好像是一個 成年人 好像三四十歲了吧 我忘記了 然後有一次他 跟他兒子在玩投球的時候 他突然投出一顆 時速 可能到 九十幾公里的 比如說 我不知道一般投球 時速大概多少 反正就投出一個 職業投手 才投得出來的速度 可是他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 投出 這麼好的 速度過 所以後來好像是 他是在三四十歲 才成為一個 職業的 投手 各位 來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來 許師 先講個笑話 在座同學 也許當年 你有機會成為 體操國手 可是你現在三四十歲的 你會認為不可能的 對不對 各位 就算你胖得跟球一樣 也是可以滾得很快呀 來 許師要說的是 所有 你覺得的 不可能 真的 一定是 不可能嗎 來 我要各位 開始思考這件事了 思考這件事 好 所以先回到 體力的部分 跟鍛鍊的部分 好 剛提到 以前你被催眠 你年輕的時候 應該是 體力最好 免疫力最高 隨著年紀越大 應該越往下降 來 各位 學了賽斯心法之後 我不認為這是對的了 我不認為這是對的 好 也許我可以認為 我這一輩子 也許我是現在最健康啊 我是現在體力最好啊 各位 誰說不可以 搞不好年輕的時候 你體弱多病啊 對 為什麼你不可以 年紀越大 體力越好 免疫力 越健康 來 誰說的 好 因為我們都被 我們過去的 信念所催眠了 我們被我們認為 什麼是可能的 什麼是不可能 所催眠 來 我再舉個例子 前兩天看到一個 日本的研究報告 如果各位有看到這個新聞的話 成年人一個晚上 睡超過八個小時 對健康有害 有沒有看到 然後成年人一個晚上 要睡多久 大概五到六個小時 對不對 是 最正常的 來 我還是要用我媽講笑話 我媽現在睡前 其實有在吃鎮定計 當然是我開給她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 我媽媽在年紀大的時候 堅持相信她一個晚上 一定要睡飽八個小時 當沒有睡飽八個小時 她覺得自己怎麼樣 失眠 來 懂了沒有 來 第二個 錯誤的觀念是 你一定要 每天晚上睡飽八個小時 你才叫沒有失眠 第二個非常錯誤的觀念是 你一定要1點 12點前睡覺 否則對生理不好 各位 邪說 胡說 我就很少超過 1點前 我就很少在1點前睡 睡覺的 邪說 胡說 明白了嗎 來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們堅持 你們一定要睡飽八個小時 才是正常的 你們每一個人過了四五十歲 你每一個人都失眠 然後你就堅持 你一定要吃安眠藥 好 比如說 許醫師有一個 好 這個 老太太來跟我說 她要拿安眠藥 我說 你為什麼要拿安眠藥 她說她可能 十二點睡 好 六點就起來了 五點就起來了 說十二點睡 五點就起來了 這不是失眠啊 五個小時 夠啦 各位 五個小時怎麼樣 夠了 她跟我說那起來幹嘛 我管你要幹嘛 洗碗拖地 慢跑 各位 所以後來很多年紀大的人 你是怕時間太多 各位 懂我的比喻 年紀大的人 十二點睡 五點起床 很正常啊 可是你就要催眠是意思什麼 我一定要睡到八點 才是正常的 然後睡不到八點就什麼 就失眠了 要吃安眠藥 各位 不好意思 罵人一下 你有病喔 你有病 難怪你越睡越笨 各位 你要記得 有時候人是越休息 體力越差 越睡 越想睡 聽懂齁 等一下我會再解釋 所以很多老人家 來找我拿安眠藥 不好意思 吃屁啊 你完全觀念錯誤 你堅持你一個晚上一定要睡 八個小時 這是錯的 來 各位 我告訴大家 真正老年人一個晚上 四到六個小時就夠了 白天補充一到兩次小睡 明白了嗎 因為你們都會老 記得齁 不要再覺得 催眠自己失眠了 然後強迫自己一定要睡滿八個小時 然後強迫不了還要吃安眠藥 來 聽懂了沒有 各位 來 強迫自己一定要睡滿八個小時 強迫自己一點 十二點前一定要睡 來 沒那一回事 沒那一回事 你們都被催眠了 你們都被催眠了 事實上一個成年人 中老年人一個晚上 四到六個小時就夠了 白天補充一到兩次小睡 所以很多根本不應該吃安眠藥的人 自我催眠吃了安眠藥 我媽就是 然後每次我去就跟我抱怨 啊 睡不著 我都想 以後你要睡的時間還長得很 你總會有長眠的一天啊 那麼急著睡幹什麼 他不斷的催眠自己 然後還有很多人 一直很害怕 睡不好 體力不好 就會生病 你看多少人有睡眠問題 但是我告訴大家 所有的睡眠問題 都不是睡眠本身的問題 是你對於睡眠的觀念錯誤 來 明白了沒有 你對於睡眠的觀念錯誤 那這個東西要回到 下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來 跟我先去跟我講第一句話 體力越用越多 體力越用越多 來 這個部分大家應該沒有問題 再來 時間越用越多 時間越用越多 所以 越會把握時間的人 時間會越多 來 各位你仔細想想看 在你這一輩子最忙的時候 你從早到晚做很多事 你會發現一天怎麼樣很長 可是你慢慢年紀大或退休 你在那邊偷懶 打盾 睡覺 你會發現一天怎麼樣很快 什麼事都沒有做 就 就過去了 來 發現了沒有 好 我先告訴大家 因為大家 以一般物理的角度 會覺得 時間是一個固定的量 來 我先從賽斯心法告訴各位 時間不是一個固定的量 一樣 你一天24小時 我一天24小時 錯 來 我從 賽斯心法的 心理時間的角度 告訴各位 錯 你的24小時 不是我的24小時 我自己有發現喔 當我什麼事都沒有做的時候 很快就天黑了 怎麼一下子 各位 所以為什麼很多老人家 覺得時間越過越快 因為他怎麼樣 什麼事都沒做 什麼事都沒做 時間就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的意思是什麼 時間 越過越快 所以為什麼大多數人 都覺得年輕的時候 時間過得慢 因為你有很多事要做 好 忙著 念書 找工作 談戀愛 劈腿 什麼之類的 好 開玩笑的 各位 當年你在很忙很忙的時候 你 同樣在24小時裡面 你其實做 很多事 而且時間 好像越用 越多 來 我告訴大家 這 似乎違反的 理性跟科學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的確 時間 並不是一個固定 它會自我的繁殖 各位 它會自我的支身 意思是說 你越使用時間 你越利用時間 你越沉浸在時間當中 時間會變多 就是你不去用它 它會什麼 變少 來 各位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喔 就是如果一天24小時 是這麼大的量 你去使用它 它會怎麼樣 變多 你越不用 它會怎麼樣 變少 好 你們試試看 你們試試看 許醫師是在講一種主觀感受 好 因為你以為一天24小時是固定的 我現在告訴你 不是的 24小時好像是一個固定的量 好 尤其是 你去觀察你的日常生活 尤其觀察年輕人跟老人家 對 老人家其實很多時候 退休就幾乎 什麼事都沒有在做 時間越過越快 然後時間越來越少 各位 好 你們開始 記得這個概念 如果你們想要 長壽一點 活久一點 你們想要人生 幸福快樂美滿一點 對不起 你們要開始 好好的 使用 時間 各位 好 說實話 許醫師有時候一天 從早到晚 很忙 很多個活動 我甚至忙到晚上的時候 我就忘了今天白天 發生過什麼事了 就覺得好遙遠 好像早上或下午 對我而言好像是昨天的事了 好 所以我常常開個玩笑 許醫師的一天 常常是一般人的幾天 三天 好 來 我先講個笑話 什麼都不說 就表示我的收入 會是一般人的什麼 三倍 來 我說的不是你都花在 賺錢的意思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常常我會覺得 我的一天 是別人的幾天 三天 別人的三天 好 所以我再跟各位講一個 好 跟邏輯理性 逆反的一個概念 當你慢慢打開你的心靈能力 好 尤其是 剛剛那個營運長跟大家講 我們今年 台中的總會 主要的目標就會是做 什麼 魔法 教室 就是 就是 協助所有人打開 內在的心靈能力 包含內在的什麼 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 喜悅跟什麼 神通 好 這是今年 未來我們 台中總會 所有的目標 所有的目標 好 剛剛營運長 有跟各位來提到這件事 好不好 我們的魔法教室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都在逃上這個目標 好 我再回到時間 所以你的一天 跟別人的一天 不是同一天 時間看起來是一個固定量的一個 東西 但是不是 它其實是一個 越用越多的概念 來 各位 我知道 我講的東西 違反了物理特質 但是 如果我這樣講 假設以 相對論的角度來講 有沒有發現 相對論說什麼 物體的速度 越接近光速 時間越什麼 越慢 物體的速度 越接近光速 時間 越慢 如果一個物體 有辦法用光速 移動 基本上 相對論上來講 它的時間 跟你的時間 就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的時間 完全靜止 你的時間 對它而言完全靜止 比如說 它用光速去外面旅行 30年回來 你只過 一秒鐘的概念 明白我的意思 它去外面旅行 30年回來 你只過了一秒鐘 那許醫師常跟各位講 那就好像那些神怪 小說或是天上的 那些什麼神仙 有沒有 天上一天 人間 一年 因為是不同的 多重次元宇宙 所以很多 網路小說 或是以前道家的 什麼那個 黃糧一夢 南科一夢 其實它講的就是 多重宇宙的概念 多重宇宙在古老的道家 早就講了 各位 天庭 南天門 它本來時間的流速 就跟人間不一樣 因為本來就是 不同度的空間 不同度的空間 時間流速 本來就不一樣 本來就不一樣 OK 所以從心理時間的角度 從速度的角度來講 各位 時間是相對的 所以如果從心理 時間的角度來講 時間也是相對的 各位 來 許醫師講個例子 請問每個人的老化速度 也不一樣 不一樣啊 好 真的有的人 從後年輕就 老去來蛋嘛 每個人老化速度 真的不一樣啊 尤其是現代人 現代人其實 不太看得出年紀耶 隨便一個阿貓阿狗 你各位 你更不太猜得出 他的年紀 是啊 好像 許醫師今年過年 多少 57歲 57歲 好 我不敢說 多年輕多年輕 但是相對於我們 我們以前小時候 覺得一個57歲的阿伯有沒有 來 觀念有沒有很 很錯亂 各位 可是57歲 各位 那是因為 我這輩子都在保養嗎 我這輩子都在那邊 靜止不動 然後能量不消耗嗎 各位 來 是還是不是 剛好相反 剛好相反 各位 來 我用相對論的角度 因為我的速度更 快 我做的活動更多 所以相對上 我老的越什麼 越慢 來 有沒有發現 錯亂了 有沒有發現錯亂了 各位 你會覺得錯亂了喔 你越投入人生 你越消耗時間 你反而越年輕 因為時間越用什麼 越多 時間 越用 越多 來 我再講一遍 這是很 違反我們的物理知識的 來 我再講能量 來 學習剛講到熱力學定律 熱力學定律說我們這個世界能量是固定的 用完了就沒有了 這是醫學還有一個理論喔 人的一輩子能量是固定的 消耗完了就死了 來 各位我再講一遍 賽斯說 不是的 那是因為人類沒有看到什麼 無限的可能 來 賽斯有一次跟魯伯講 要魯伯 好 這同學已經 入定到 冰斗啊 有一次賽斯跟魯伯講 說魯伯可以盡量使用賽斯的能量 而且不用擔心任何能量消耗的問題 因為能量會越用越多 來 各位跟我講一遍 能量越用越多 來 各位 好 能量會越用越多 我剛講第一個 它違背了我們認為的熱力學定律 來 熱力學定律叫商 好 大家去查商這個字 就是宇宙的能量是固定的 用完了就沒有了 一個火在個商人的商 火字旁在個商人的商 商業的商 對 好 你去查這個字的定義 好 熱力學定律 認為宇宙的能量是固定的 用完了就沒有了 我剛也跟大家講 有一種生物學的理論也認為 一個人一輩子的生物能是固定的 各位 你用完了就沒了 那按照這個理論 你這輩子應該要減小甚為 減少能量的消耗 你應該每天都這樣慢慢動 像那個樹懶是不是 那個樹懶齁 你看一輩子都這樣慢慢動 來 減低什麼 減低能量跟熱能的消耗 然後你這輩子應該是 能做就不要站 能跑 能站就不要跑 來 各位 可是是這樣嗎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的生物能是固定的 那麼你現在的速度 減少到十分之一 你就可以活到 十倍的壽命 來 各位是嗎 絕對不是喔 絕對不是喔 好 所以我在講一個概念 人一輩子的能量是一個定量 用完了就沒了 這個觀念是什麼 錯的 來 各位 我先告訴大家 宇宙跟上帝是很聰明的 你負責要用多少 他就給你 多少 各位 你這一輩子打算用多少能量 宇宙跟上帝就給你多少 來 我常常講到 發電的原理 來 各位你們知道 比如說今天 台灣電力公司 他決定今天要發多少電 你們知道他決定用什麼決定嗎 他評估今年全台灣用多少 他今天發多少電 各位懂我意思喔 台灣電力公司是評估今天全台灣要用多少電 他今天發多少電 因為如果今天全台灣用九十萬度電 他發一百萬度電 那另外的十萬度怎麼樣 因為 電是無法儲存的 我再講一遍 能量無法儲存 當然特斯拉電動車那個電瓶 也是要 另外考慮來 因為他把電池儲存起來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宇宙能量是無法儲存的 他會轉化 比如說太陽能有辦法儲存嗎 沒有 他轉成什麼 植物光合作用 變植物能 變成澱粉 明白了沒有 所以能量無法儲存 只能什麼 轉換 各位 大自然的能量無法儲存 只能轉換 好 舉個例子來講 有一次我去深圳上課 好 那他們屋頂 整個鋪的全都太陽能 那我一上去 我說啊 這個 什麼 煤台冷氣全都開 而且都開到最冷 我說你們這樣 很浪費電啊 整棟煤台冷氣都開 而且都開到最冷 他就跟我說 許醫師你有所不知啊 好 我們今天照的太陽能 就是這麼多 我們不用玩 也全部都 好 散掉 好 因為 沒有辦法把它存在 電池 又沒有辦法把它輸送 給別人用 明白了齁 因為沒有串聯嘛 好 像有一些那個 那個 光電齁 魚電共生啦 或是太陽能板 還可以賣回給台電 好 那如果沒有賣回給台電 就是你今天太陽能板 發多少電 他就是 你用多少 就用掉了 沒有用的全部怎麼樣 全部放電 放掉 這樣有沒有概念 所以 能量 無法儲存 好 所以你們那些胖的人齁 給我注意了齁 能量儲存 我沒有在說 你不要瞪我 因為你違反了宇宙的定律 你試圖儲存能量 但是能量是什麼 無法儲存 無法儲存的 它只應該被利用 它只應該怎麼樣 轉換 第一個 能量要被利用 第二個 它要轉換 把太陽能轉成 墊粉 生物能 或把以前的 過去的生物能 轉變成什麼 石油 各位 好 但就電本身 就能量來講 它是一個能量的循環 好 我們再講一個概念 體力越用越多 來講一遍 體力越用越多 好 那各位你就跟我說 為什麼我每天拖地 腰痠背痛 因為你是不甘怨的啊 你是不甘不怨的 因為一邊拖一邊 為什麼我要拖地 為什麼我要拖地 來 各位 所以這是心態不一樣 有沒有 心態不一樣 所以體力越用越多 當你是用在一個 快樂的喜悅的 好 能量越用越多 講一遍 來 來 所以學士一定要告訴各位 好 賽斯心法 沒有退休的概念 你可以從你的工作上 退下來 但是你應該要開展 更 有創造力的人生 不管任何東西 有沒有帶來金錢的收入 來 明白我的意思 好 比如說我看我媽媽 活到90歲 說實話我媽媽很可惜 每天都在休息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每天都在休息 好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她更願意 動起來 她更相信 她越使用能量 宇宙會給她更多能量 她今天會越健康 來 我今天講到 台灣電力公司的理論 台灣電力公司就是 評估今天全台灣的電力使用量 大約多少 所以她就發出 大約多少的電讓你用 來 各位 來 各位 我把上帝跟宇宙 比喻成電力公司 你這一輩子 打算用多少電 表示什麼 宇宙 就要多少電給你 來 明白了沒有 各位 打個比喻就是好像跟宇宙下訂單的概念 你這一輩子打算用多少體力 打算用多少時間 宇宙就準備相對應的量給你 用你覺得 你要多少 你覺得什麼是可能 什麼是不可能的 來 各位 所以 能量 會越用越多 來 我再先來舉一個過去 東方的宗教修行的觀點 想福 福進 福進 或來 他們也認為人 一輩子的脾氣 一輩子的福氣 是一定的 用完了就沒了 對不對 所以 各位 很多人有幸福恐懼症 就像怕金森是正的感覺 萬一正這一輩子都只能當皇帝怎麼辦 怕金森是正 怕這一輩子都永遠只能當什麼 正 正是皇帝嘛 怕金森是正 所以在東方的哲學裡面 你會害怕自己 太享福 太幸福 因為你會覺得 第一個 那些不幸福的人怎麼辦 第二個 享福福進 福進什麼 或來 各位 所以 有時候你會有幸福恐懼症 你會有豐盛恐懼症 我太豐盛了 萬一把福用完了怎麼辦 福氣用完了 是不是下輩子就沒有福氣了 各位 好 許醫師再打破一下各位信念的天花板 好不好 以賽斯心法來講 各位 你只要 發 兩個信念 兩個願 一個願是 我要有 善良的意圖 第二個 我要有助人之心 那麼 你的福氣跟幸運就會越用越多 來 有沒有概念 一個是什麼 我要有一個什麼 善良的意圖 我要有一個善良的意圖 第二個 我要有一個什麼 幫助這個世界 幫助眾生的心 那麼 你就是所謂的天選之人 什麼叫天選之人 就是那個特選水果啦 金鑽鳳梨跟CAS優良肉品的概念 溫體豬是不是 不是啦 來 各位 你就是所謂的天選之人 老天就會怎麼樣 眷顧你 老天就會眷顧你 各位 天選之人不是老天決定的 是誰決定的 你決定的 你就是所謂的天選之人 因為你具有兩個跟宇宙的精神 符合的信念 一個是善良的意圖 一個是 助人的心 就是你不會只是希望自己豐盛 自己快樂 自己有錢 當你自己豐盛 自己快樂 自己有錢 你也希望怎麼樣 大家一起提升 大家一起提升 你就不會 被那些人的羨慕 嫉妒 恨 把你弄死 來 所以我剛剛講了兩個跟宇宙的精神 符合的信念 一個是什麼 善良的意圖 一個是什麼 助人的心 幫助這個世界 幫助你周遭所有的人 那麼宇宙就會給你 用不完的福氣 用不完的 幸運 因為你值得 而且你還會 可以 去分享 帶動這個世界 往更好的方向 好 甚至我要講 你的幸運跟福氣 越用越多 來講一遍 對 就是宗教講的所有大福報之人 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 各位 對不起 因為宇宙的能量 是沒有受到限制的 來 個人實相的本質 那三句話還記得嗎 自己是沒有受到限制的 自己 既無分割 也無區隔 你的實相 乃是由自己一手所造 還記得齁 所以各位 你的福氣 你的幸運 你的福報 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 用之不竭 因為你的精神跟宇宙的精神 是一致的 明白了嗎 好 這要破解 好 我們東方人 覺得 好 常常我們是 不敢 很好運的 因為怕自己用完了 我的福氣用完了怎麼辦 剛講嘛 怕今生事症的概念 OK 來 許醫師 今天要講 更有趣的一句話 來 我先開玩笑講 對我這種客家人 要逆轉這個 好 可能性 逆轉這個信念 真的很困難 就是 錢 越用越多 來 各位先講一遍 噴笑耶 因為如果我爸坐在這裡 我爸就會跟我說 噴笑耶 好 我現在要告訴各位 第一個 許醫師 是客家人 那 簡而言之 我不能講所有的客家人 簡而言之 許醫師來自一個很傳統的客家人 就是 什麼都是用 勤儉跟節省 先講一個笑話 就是有一天有一個 媽媽就告誡他女兒 你千萬 不要 不要嫁給像你爸爸這樣的人 女兒就說 爸爸沒有不好啊 冰箱也會修 電視也會修 電風扇什麼都會修啊 媽媽就說 所以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用新的家電 以後千萬不要嫁給 這個什麼都會修的男人 因為媽媽非常希望 東西壞了就 換新了 是爸爸因為什麼都會修 就沒有辦法讓媽媽 都換新的 OK 以 許醫師是個客家人的角度 傳統的觀念就是什麼 節儉 來 各位應該慢慢有感覺了喔 來 許醫師剛才不是講 宇宙的定律 能量怎麼樣 越用越多 而且宇宙會根據 來 電力發電廠 還記得這個概念嗎 宇宙會根據你這一輩子 想要 使用多少能量 而 給你多少能量 來 各位聽許醫師這句話 宇宙會根據你這一輩子 想要 花掉多少錢 而給你多少錢 如果錢的本質就是能量 我知道我今天講這些東西很有趣 它會完全逆反了各位的觀念 來 就像我以前 上課的時候跟大家講過 一般平民百姓或窮人 每天都在想著怎麼樣趕快去把欠銀行的錢還給銀行 對不對 來 是還是不是 一般的平凡人或所謂的 窮人 一輩子兢兢業業 就是趕快把欠銀行的錢還給什麼 銀行 來 各位 常常 我們的社會 那些所謂很有錢的人 每天都在想怎麼樣 我怎麼樣從銀行那邊借更多的錢 來 各位 第一個 一個是創造 一個是匱乏 聽懂我意思齁 一個是我怎麼樣借更多的錢來怎麼樣 創造不管是投資啦買股票 當然有虧 有贏啦齁 聽懂我在說什麼齁 來 但是各位我先講徐醫師絕對不是鼓勵各位 浪費亂花錢 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 我也不是鼓勵大家一輩子都要追逐世俗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回到我剛講的 常常一個 我們的社會的 窮人 每天都在想 我趕快要把欠銀行的錢怎麼樣 還清 因為好像很怕欠人 來 那些 有錢人 巴不得從銀行怎麼樣 借越多錢出來 他不怕 欠銀行 他借這麼多錢出來他要幹嘛 他要嘛就是用來錢滾錢創業 買股票也好做生意也好投資也好 他打算用來什麼錢滾錢跟創造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你們仔細聽喔 所以有沒有一點靠近徐師剛講的 錢越用 越多 來 我記得以前很久之前跟大家講一個 這個西方的這個基督徒很喜歡講的故事 比如說一個人 勞碌了一輩子最後到了天堂有沒有 然後上帝就帶他參觀所有天堂的 每個地方然後最後交代他 有最後面那間房間你不要進去 好 那人就是很奇怪嘛 你交代我不要進去 那就是告訴我 要想辦法偷偷摸摸一定要進去吧 後來他過了好幾個月他終於受不了了 開了門進去 裡面是一樣很漂亮很漂亮的勞斯萊斯 後來就問上帝怎麼一回事 上帝說那一段本來是你活著的時候要給你的 他說沒有沒有我這輩子都是有開玉籠啊 後來上帝說 因為你沒有藥啊 因為你覺得你這輩子不可能 可以開勞斯萊斯 你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本來他是要什麼 給你的 那是因為你用不著 不敢要 來 許醫師開個玩笑 你們用不用得著很多錢 好 各位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的意思喔 我沒有說每個人都要很多錢的意思 我沒那個意思喔 我是說如果你是一個一輩子都想要很多錢 而沒有很多錢的人 各位 因為你怎麼樣 第一個不敢要 第二個怎麼樣 用不著 第一個 因為你不敢要 第二個你什麼 用不著 因為你用不著 宇宙幹嘛要給你 宇宙不會給你你用不著的東西 來 各位 你們用不用得著 很多錢 哈哈哈哈 我是用金錢作為象徵跟比喻 我不是說錢代表一切 我沒那個意思喔 各位不要誤會 好 這一個很奇怪的理論 我以前跟大家講過 過去內政部的統計 台灣人平均把房貸還完是 七年 內政部的統計 各位 你們常講房貸都是二十年二十五年嘛 可是你們知道平均台灣人多久把房貸還完嗎 根據統計數字 之前是什麼 七年 為什麼 因為當你還得起房貸 還著還著 能力就會什麼 提升就越還越快 當你覺得自己做不到 你就 做不到 來 明白了沒有 當你覺得你做得到 當你覺得你必須做到 來 所以各位 房貸有幾個好玩的想法 第一個就是巫奴嘛 第二個 我想試試看我一個月可以存多少錢啊 我想試試看我一個月可以存多少錢 不是我一個月可以還多少錢給銀行喔 各位 因為你的房子價值是在那裡 所以我常跟很多人講 如果你要買房子 如果你要買房子 你不是欠銀行錢 你是什麼 你是在強迫自己存錢 當然你不要最後 每天都在存錢 就沒有錢花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好 所以如果你是買房子的人 各位 你不是欠銀行錢 你也不是在還貸款 你是在幹嘛 存錢 所以一個 背房貸 比如說一個月背五萬的人 我覺得 喔 你很棒喔 你一個月可以存 五萬 這個人 房貸一個月背十萬 喔 怎麼樣 你一個月可以存 十萬 各位 明白這個比喻喔 你用這個角度去想 各位 好 我回到剛剛那個概念 當你 覺得 你一輩子能賺到的錢 就是這個 定數 那麼你這一輩子 就是這樣的錢的 來 之前 許醫師介紹過大家看一本書 叫自我形象 整容數 它其實就是內在 你對自己的看法 來 回到剛剛那個比喻 你這一輩子 你打算 讓多少能量 留過你 來 剛剛電力公司的比喻 你使用多少電 宇宙就會發 多少電給你 來 所以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有錢人跟 窮人的差別 在於 他的 流動量的問題 流量 對 一個是這麼細 一個這麼粗 因為能量是什麼 流動的 各位記得 能量是什麼 無法儲存的 好 那當然 我會跟各位說 當然 儲蓄是好習慣 儲蓄沒有不好 可是我問另外一個問題 請問有錢人是因為存錢 存到有錢嗎 不是 那當然我不會說儲蓄不好 可是我沒那個意思 喔 但是 有錢人是因為存錢 存到有錢的嗎 所以我先講 我不反對存錢 可是理論上應該是存了錢之後 用這筆錢去怎麼樣 流動 流動 所以如果加上 心靈的概念 豐盛的概念 來 各位這三個字很重要喔 心靈 豐盛跟創造 好 以自我意識來講 我會同意 欸 錢當然用就沒啦 你當然要節省啊 錢當然就是一定的數目嘛 你一百萬畫畫畫就沒啦 各位 以自我來講 的確是這樣子 但是許醫師今天講的不是自我 是什麼 心靈 創造 豐盛 來講一遍 對 好 以心靈 創造 豐盛來講 我要告訴各位 錢 越用 越多 好 今天在開主任會議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 以前我一直覺得很矛盾的一件事 來 我們講美國 大家知道到目前為止 美國還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好 美國人也的確很有錢 好 當然美國現在物價真的也很高啦 好像最近一個什麼 大麥克漢堡 在加州 這個超過新台幣500塊了 一個漢堡 好 它物價真的很貴 好 連加州人自己都受不了加州的物價 所以很多加州人都跑到別州去 OK 一個 大漢 大麥克漢堡 好 現在才幣500多塊 好 加州 開始什麼都很貴 來 各位 到目前為止 美國是這個世界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 以前我們都會笑話他們 美國是一個什麼 鼓勵消費的國家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多少有點概念 以前我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一個美國人 連洗衣機 冰箱 全都是什麼 分期貸款 等於說舉例來講 他只要沒了工作 沒了收入 全部都要被 搬走 美國 美國 各位 像我一個個案住在 洛杉磯 他跟我說 其實美國人很窮的 一個美國人隨便家裡 絕對不會超過 這個 一萬新台幣 我說一萬美金嗎 沒有一萬新台幣 不會 家裡不會有錢 戶頭甚至不會有錢 超過一兩萬新台幣的 美國人很窮的 各位 很有趣 美國是一個不鼓勵儲蓄的國家 他們一切是以什麼 消費做導向 消費做導向 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 他們比較浪費嗎 比較笨嗎 來 為什麼 我先講現在的大陸喔 因為我 上個月才從 上上個月才去大陸回來 大陸現在不是都 有點變窮了嗎 可是我在大陸的學生告訴我 大陸 去年 是 儲蓄率 最高的 大家都開始存錢 所以整個社會全都 變窮百業蕭條 來 各位 來 你有沒有開始有點錯亂 我不太懂經濟學啦 我不太懂 我是從身心靈的角度去觀察 他告訴我去年是全中國大陸 所有人儲蓄率 跟個人的資產 儲蓄資產 最高的一年 你現在有點知道 之前大陸為什麼那麼繁榮了嗎 因為大家怎麼樣 賺一百塊花九十八塊 甚至賺一百塊花九十九塊 所以整個社會非常的 繁榮 現在大陸有一點點百業蕭條的味道 因為所有人 COVID的剛結束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來一個 COVID 所以所有人都在怎麼樣 存錢 就所有人一開始存錢 買鹽酥雞的 沒有了 叫富胖大的沒有了 做打低的沒有了 買房子的不買了 買菜的 少買了 買便宜的了 一餐本來一萬人民幣的 變成兩千人民幣 來 聽懂我的比喻 所以整個社會經濟瞬間怎麼樣 啪 因為大家通通 不消費了 不花錢了 因為大家都不花錢了 所以 也沒有人賺到錢 蛤 來 各位跟我講 賺不到錢 因為大家怎麼樣 不花錢 來 你們有沒有開始有一點 有沒有點錯亂 來 我在移動你們的信念的板塊喔 因為大家都漸漸賺不到錢 像 這一兩年台灣經濟不好啊 很多都賺不到錢啊 因為大家都怎麼樣 不花錢 因為大家不花錢 所以你怎麼樣 賺不到錢 這是有些人的花錢 開始分項目了 像那天 許醫師從 馬來西亞回台灣 因為我現在 以前都自己開車 現在都做機場接送啦 那天機場接送 跟我說 當日 中正機場出國人數18萬 當日18萬 然後要叫機場接送 叫不到 各位 叫不到機場接送 後來來載我的行政人員 他說 沒有司機 行政人員自己要來開車 我說 景氣怎麼樣 好的很啊 所有機場接送的司機 通通不夠用 還有 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國泰航空 之前不是機位超賣嗎 然後在要飛哪裡的回來 沒有飛機啊 因為國泰航空 需要3000個機師 現在只有2000個 各位 趕快去學開飛機 對啊 他需要3000個機師 現在全部 國泰只有2000個 機師的缺額 怎麼樣 1000個 來 各位 當大家都不 花錢的時候 你就 賺不到錢 來 各位現在知道 許醫師在說什麼了嗎 能量要怎麼樣 所以 豐盛 不是來自 節儉 是來自能量的什麼 但是這個流動 我說的是健康的流動 不是什麼亂買喔 那種 浪費的那種流動喔 各位 那叫做亂來喔 豐盛 豐盛 是來自能量的 流動 因為大家如果都不花錢的 你就賺不到錢 賣雞排的 賺不到錢 開計程車的 賺不到錢 賣衣服的 賺不到錢 因為你 不買新衣服了 是啊 來 我先講一遍 我不是鼓勵大家浪費 我在講能量的流動 好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講大自然 好 大家記得 許醫生喔 我最喜歡舉女性當例子 女性 比如說 從 15歲 到50歲好了 這35年 每個月都會來一次嘛 來吃什麼 月經 月經是什麼意思 每個月28天的週期 子宮內磨沖雪 我們今天還學到一個名言 男女交往 可以滾床 但是不要著床 著床 這是誰發明的 男女交往 我喝個水 很好笑 我聽到他們在聊天 可以炒飯是吧 可以滾床單 但是不要什麼 著床 女性28天的月經 每次月經 都要子宮內磨整個沖雪 用人體最營養的 子宮內磨 血管 可是如果這一輩 你這個月沒有 滾床 沒有 著床 整個子宮內磨怎麼樣 全部 不要 各位來跟我講一遍 不要 動作 不要 一定要很帥的動作 表示宇宙的什麼 豪邁 這28天裡面 沒有滾床單 沒有著床 全部子宮內磨 這麼豐富營養的 要供 著床的要供 胎兒的要供 胚胎的 全部怎麼樣 不要 一定要比一下動作 他通通不要 他通通不要 然後 結束了之後 怎麼樣 再來一次 來 各位有病 有病 身體有病 宇宙有病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他 不怕浪費 第二個他要 最新鮮的 第三個他要什麼 能量 流動 來 給身體跟宇宙鼓掌 來 除非我講錯 來 對不對 對 來 現在 各位你們知道 什麼叫宇宙了沒有 我現在 你為什麼要 省起來 你為什麼不存起來 那些血 多浪費 那些子宮內磨 多浪費 但是不能存 存起來會變什麼 子宮內磨異味啊 巧克力囊種啊 子宮內磨真厚啊 聽懂了沒有 能不能存 所以錢能不能存 錢要用的是什麼 花 但是 我這裡的花吊 不是亂花啦 是 創造 豐盛 跟什麼 心靈 還有喜悅啦 像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在講一個逆反的觀念 我再講一遍 這東西完全違背我客家人的基因 我先講一遍 所以對我來講 這也是很挑戰的觀念 這對許醫師來講 是很挑戰的觀念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笑話 跟各位講笑話 所以你看那個女性的身體 她就每個月28天 用全身那麼多的營養 來 子宮內磨給她 然後沒有滾床單 沒有著床 怎麼樣 因為能量 不保留 能量不儲存 她要什麼 最新鮮的 她要什麼 流動 因為身體知道 宇宙能量是什麼 原不絕 各位 你儲存起來 就是巧克力囊種 儲存起來 就是子宮內磨異味 你疼得要死 來 是不是 然後子宮內磨真厚 來 是還是不是 是 就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 所以中醫一直覺得 月經是很健康的 對不對 各位 可是你再回去想 好可惜喔 都是血耶 每一滴都是 清華 都是你一生流多少血 怎麼會這麼 浪費 浪費 來 說 浪費 各位 在下面開始有一種 刀的感覺 來 因為能量就是要流動 它不儲存 好 那我先跟各位講 我不反對各位存錢 但是存錢 最後的目的是要怎麼樣 那它怎麼樣 流動 記得能量要流動 而且能量是源源不絕的 你流動的越好 創造力越旺盛 宇宙給你越多的能量 好 我再講比如說植物 大家知道植物有花粉嗎 來 植物每一次 幾個花粉 成千上萬 最後幾個花粉會受精 其他全都怎麼樣 浪費掉 來跟我講 來 各位 我就是要各位那個 阿沙利 有沒有 所以這句話很好笑 宇宙是奢侈的 各位 對 好轉 來 我這個東西要結合賽斯心法 我們是被宇宙恩寵的 宇宙的能量是源源不絕的 我要結合這幾個賽斯的觀念 各位 好 一朵花 花開了 來 有多少花粉 成千上萬 最後 幾個花粉受精結成果實 各位 沒幾個 是啊 來 許醫師再舉男性 來 男性一次色精 精液大概幾cc 來 那個A片看多的 三到五cc 精蟲數大概多少 兩千萬到一個億 兩千萬到一個億 來 中期醫生 一個男人生幾個小孩 來 那個許同學你生幾個 一個 你生一個 你給我算一下你這一輩子幾個精子 你從你開始會夢移的那一天 你從你開始會夢移的那一天 你 第一個當然你會射精嘛 第二個你久不射自己也會 床單就排掉了嘛 夢移嘛 你一輩子射過幾次 你算一算幾顆精子 然後幾顆精子之一 你就生一個 那一個 你其他的去哪裡了 你其他的子孫去哪裡了 來 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嗎 來 這位同學 你其他的子孫去哪裡了 你幾個小孩 兩個 來 各位 我一個都沒有 對 簡直就醃掉就好啦 要幹嘛 聽懂我在說什麼齁 來 我們講笑 你噴那麼多要死喔 有什麼用 各位 一次三到五CC 兩千萬到一億個精子 你一輩子用得上幾顆 我在香蕉你個拔蠟 來 用上幾顆 這個同學兩顆 這個一顆 一次就兩千萬到一億顆 各位 浪不浪費 你女生還浪費 你們家穿穿一個禮拜 就三億了 各位 浪不浪費 所以我一直在告訴大家 宇宙是什麼 豐盛的 來 我不是在講浪費 我是說 對比宇宙的豐盛的本質 這些東西 算什麼 所以各位 來講個笑話 你們窮成這樣這是罪惡啊 難怪以前基督教會覺得窮是罪惡 各位有沒有 基督教有一個 他們的觀點窮是罪惡 但我沒有這個意思啦 我沒有這個意思 那現在各位有點知道這個比喻的意思嗎 各位 來 現場最罪惡的是誰 你 我說的不是金子 我說的是錢 來 現場最罪惡的是誰 有罪惡嗎 來 各位 宇宙的能量這麼的豐盛 結果你竟然 只用兩顆 只用一顆 你沒半顆 我沒半顆 有夠罪惡的 來 浪不浪費 來 各位 來 各位 就像鮭魚卵有沒有 我們去吃那個鮭魚卵 來 一隻雌性鮭魚 一輩子排多少鮭魚卵 那幾顆最後變成鮭魚 各位 你看十萬顆裡面有沒有十顆 來 其他都怎麼樣 都變壽司狼的 回轉壽司 來 各位這樣明白了嗎 所以我要講一個什麼 第一個 宇宙的本質是什麼 來 講健康 講時間 講能量 講金錢 講豐盛 明白了嗎 來 我講回到今天的主題 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因為我學了賽斯之後 我才看到這些 無限的可能 我跟大家講 我跟各位一樣傻眼了 我再講一遍 我們是一個客家人 我爸是那種鞋子 開口笑會 拿針線重新再縫的人 對啊 什麼東西都是節儉為主啊 各位 都是節儉為主啊 嗯 我們時間到了是吧 我們是 幾分開始 提早十分鐘是吧 還剩 還剩三分鐘齁 來 各位 來 我講無限的可能 所以第一個部分是 宇宙是如此的豐盛 來 跟我講一遍 宇宙是如此的豐盛 然後 賽斯心法講 我們每個人都是得到宇宙的恩寵 所以今天 我們講能量 體力跟健康 都不是因為你儲存 而是因為你去 使用它 你去創造它 你去流動它 心靈豐盛創造 好 所以我一直在 震撼這個觀念 因為它實在 太逆反我們一輩子的 認知了 錢不是就要存起來嗎 錢不是越用越少嗎 後來我比對了 我周遭的個案跟親戚 我發現真的是這樣子 當一個人提升了自己 他本來認為自己 可能只能買一千萬的房子 他提升上來 認為他可以買得起 兩千萬的 後來他真的買到了 那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當你提升了 你對你自己的信念 你提升了你對自己的看法 你真的就覺得自己 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就是賽斯心法講的什麼 信念創造實相 信念創造實相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所以今天你能做到什麼地步 你能夠一輩子有多少豐盛 是由你的信念所決定的 各位 甚至你們上了年紀 老化的速度多快 健不健康 也是由你的什麼決定的 信念 是啊 好 所以今天大概時間差不多了 許醫師跟各位講幾個逆轉的 部分 第一個 老人家 對不起 不要休息 體力 活動怎麼樣 越用越多 頭腦怎麼樣 越用越好 這沒錯嘛 大部分人的頭腦不用變笨的啊 對啊 頭腦一定是越用越好啊 再來宇宙的能量 因為它的豐盛 我們是受到恩寵的 能量一定越用越多 再來我剛講了 財富跟經濟 你要去創造 你要去使用 來用在什麼 創造喜悅跟豐盛 來 大家跟我唸一遍 錢越用越多 錢越用越多 好 2024的今年的一開始 把企劃送給大家 謝謝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賽斯教育基金會 支持賽斯網路電視台 讓我們用不一樣的角度 一起看世界 來體驗 共同創造的一切